欢迎您回来亚台商情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 盼铁神先生 再次欢迎您Patry 那么这一趟呢 我们来聊聊这个股市 先来说说港股市场吧 我们看到这个港股市场 最近受这个带动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也会非常担心 就是说这个资金面 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来看之后这个港股的走势 OK 就港股方面呢 我相信呢 就是目前是被动次的一个下跌 因为美国特朗普的造势 就最近呢 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了 就是对本土再来震荡 美股的平台比较高嘛 它下跌下来呢 就1000点的水平这样跌了 就影响到港股的这个急措 但是港股你看 现在上月份是业绩公布期 三月份的业绩公布期呢 去年其实业绩大部分都非常好的 所以呢也会支持到这些大盘股 包括国企股 南筹股 固执很低 那个国企股的今年的预测的市盈率 只有8.3倍 那个大的南筹股 恒生起诉成分股的平均吸引率 预期的今年的市盈率呢 就是12.3倍 你杜琴师是17倍 S&P18倍 纳斯塔卡23倍 股息率他们不到2厘 我们是4厘 所以差别很大 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就不可能跟着美国走 美国就算要调 港股也不可能大调 港股方面 那个也不是非常疯狂的吵上来 其实现在的这种 在3万点以上的水平 都是过去的北随 跟欧洲的资金进来了 包括其他的中东 其他的地方的资金 东南亚新加坡资金 慢慢的走到这边香港来 买了一些户股 深股 包括港股 这些国企股 这些侵賴了不少 而带动起来的这种上升 主要是走落后 炒落后上来的 而不是炒得太热 炒得太火 太火才上到这个3万点水平 所以金石不同以前 我相信是不可能不存在 很大的一个大调整 反而在这个外回平定一点 平稳一点的时候 港股就有力 发力要上去了 因为不仅现在的固局太便宜了 内营大部分 公建农其他银行 大部分都是死账率0.8级 预期的今年的死账率 批勃都是低于1 吸率4厘以上 这个内险 渗透率不高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个股价比对 那个就是EV这个价值 就企业价值 还是落后于那个外来的公司 所以这种种的话 香港是 这些股份都是有机会 慢慢的再做好 我个人看 暂定了以后 下个位就是3万2,600 然后2,000如果突破以后 就也会看到更好的位置 当然我是比较有了 我今年我是看4万点 是初步的目标区 您在这个节目当中 一直都坚持您的 这个4万点的水平的位置的观点 刚才您有提到说 关于这个外围的带动 因为外围的话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美股方面 我们看到在昨天晚上 这个美股也是创了一个 2月8日以来的最大单日的跌幅 那么其中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科技股的下跌的带动 随心上的调查 那有没有可能说 因为美股的科技股的带动 所以导致现在这个 在港股方面当中的这个科技股 也会开始下挫呢 有两个事情 这腾信的平台 它的主平台不在美国 腾信的主平台在中国 腾信的主平台在中国 一直在做电商的事情上面做 很多网上游戏 手机游戏 手机上的通信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这个不是全球性的事情 这个是欧盟跟美国 在这个选举上的 就先写到Facebook上的事情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然后影响到整个 这个科技股全部都崩盘 这个不可能 因为不仅大家对的市场不同 大家针对的这个业务性质也不同 我个人看是没有这种的道理 那你怎么来看 因为最近是这个港股 我们知道是业绩发布会的 一个密集期 这个业绩发布密集期了 怎么来看现在的这么当 多当上市公司当中的 这些企业的业绩 有没有什么说 你觉得还比较亮眼一些的 肯定银行内营是有空间了 因为内营太低了 它的固执死账率也好 市盈率也好 股息率也好 基本回报率也好 全部都是在一个非常不合理的 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业绩公布出来的话呢 也进一步在确定它未来的增长 所以后市还是能齐续的看好 那我们来说说内房 昨天呢 这个碧桂园一举公告就称了 你分拆旗下物业管理业务 来香港主板上市 也就是说他好像是放弃了 在A股的上市计划了 内房股呢 您就在说这个内营股 内房怎么办 内房也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像碧桂园 像雅基勒 这些比较大的一些房地产的 开发的这个开发商 在这个达湾区的概念的地区上面 其实它的一个房地产的开发 就非常成熟了 你说它有没有更大一块 更大的一个地方空间去发展呢 是有 但是呢 它已经开始比较成熟一点 所以在这么成熟的规模里面 把这个产品建成了 卖给你以后 后面都需要收你的这个经营费用 维持费用 就是那个管理费了 所以这种管理公司的上市 很正常的 未来这个也是一个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种收入来源 要不单是就是卖房子了 房子卖掉了嘛 后面就是给你做维护嘛 维护费嘛 维修费嘛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一种做法 房地产 很多地区 其他地区还没完全的开发好 还没完全的建立好 在这个城市化的部分越来越快 加快在底下 包括高铁 地铁 轻轨这些的铺建 以后 后面还有很多空间 所以房地产分两块 主城市一线比较成熟的板块 它会有很多的 相互的这种的一个 就管理啊 服务啊 这种东西会产生出来 后面三四线四五线 就这种刚性需求 还铺开来的话越来越多 所以说还是要分成这个两面来看 就像您说的在今年这个房地产 总的来说还是能够看好的 看好 好 那么节目最后呢 带你来关心一下 区块链产业的最新报道 一直对于区块链技术 发展非常积极的委内瑞拉 近期就呼吁该国的公民 在全国建立加密货币挖矿农场 据Bitcoin网站消息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近日启动了一项计划 鼓励公民在全国各地建立采矿农场 他在讲话中表示 年轻人应该充满勇气 并在该国建立加密货币矿场 该项目被称为数字化青年工作计划 政府希望该计划能吸引 至少100万名学生参与进来 马杜罗表示 该计划旨在帮助包括大学生 失业者 单身母亲和无家可归者 在内的年轻人 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美国区块链技术研发企业 Consensys与世界身份组织 于近日达成合作意向 双方将合作设计和运营 首个区块链技术试点项目 借此项目打击摩尔多瓦的 儿童贩卖活动 这一试点项目属于一个 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 该行动由世界身份组织 与联合国信息通讯技术办公室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和摩尔多瓦政府合作实行 据统计 无证儿童和未成年人 很容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首席技术顾问表示 使用区块链技术 制作的数字身份 有助于遏制人口贩卖 人们有责任去研究和了解这项技术 据地理空间世界报道 来自阿联酋的Deep Arrow公司 正在研发基于区块链和人工智能驱动的 自主自制的智能无人机系统交通管理平台 该平台可用于保障共享空域内 有人及无人低空民航飞行的安全 该公司表示 平台将从全局角度出发 协调各系统之间的整合问题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的 我们今天亚太商情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潘铁山先生 诉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请浏览 YTV的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